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的分歧也越来越大 我要他离婚 不要他支持我和我的儿子 他们生活在同一个城市 全部都是三 去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女士优先 所有的仪式都是用阿拉伯话进行的 但我真正做起生意 开始我就压力就大了 前途望望 他们能不能够越过一度有一度的沙丘 杜拜位于波斯湾 这个面积不是很大的海湾小国 现在已经人为地建成人间乐园 各种超级享受和娱乐 在这里都可以找得到 昔日渺无人烟的阿拉伯沙漠 现在已经部分开发成为越野冲沙的地方 冲沙是道巴一个特色游玩项目 游客乘坐越野车 在起起伏伏的沙丘之间穿越 接受过专门训练的驾驶员 不停地转动车盘 以防的车轮被暗藏的沙窝绝住 当越野车翻爬60度斜坡沙丘的时候 莫名的恐惧感会出现 而越野车向前疾冲所引起的震荡 会令游客有强烈的刺激感 一度沙丘过了 紧接着的又开始新的搏斗 在这样高高低低的冲击里面 游客就得到满足 生活在杜拜的华裔女士安林 和潘海云Linda 生活的经历就好像冲沙一样 安林1995年 在北京来到中东 越过一度到沙丘之后 已经在杜拜创立了自己的公司 因为现在中国在非洲啊 在中东啊 都有都出来来采油 所以我是提供他们一些 就是低需品设备 他要用这些设备来采油嘛 我就帮着他采购 我在中东来采购 可以说上帝满恩赐给我的 我一直做得还很顺利 别人都是越做做不下去 我是越做越好 潘海云Linda来自香港 80年代初期已经来到杜拜 现在是一间外资公司工作 总部在伦敦的英国公司 是关于马里面的公司 是海市上的事务 我是管财政和行政 Linda的感觉她人很友善 很友善 她真的非常亲切的 她很肯帮人 每一次回教会 她都会安排所有的饮食 茶碟 有点像一个母亲 安排好所有的东西给我们 这位姐妹是性格比较好 很牵油 很有爱人的身 很体贴人 照顾人很细心 在我们认识的人之中 她几乎是最久的了 安林和Linda 来自不同的地方 又有不同的背景 但是对杜拜的最初印象 却有很相似的看法 那时候来的中国人很少 当地人对中国人蛮友好的 给我感觉蛮有礼貌的 而且尤其女士 很多特权 比如说你要去银行 做事不用排队 去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女士优先 尤其对中国人 你去街上想借个电话打 都很客气 请我坐下 请我喝茶 这里的人其实很好 尤其是老年代 非常享受 在香港出生长大的Linda 曾经拥有一个很幸福的童年 但是步入青少年时期之后 这个曾经充满天伦之乐的家庭 发生巨变 上下十几岁的时候 就加变 加变就是我妈妈 忽然间要做开心脏的手术 我最敬爱的爸爸 在我妈妈起不到身 就要临终的时候 他都不在家 对我来说 和我的兄弟来说 都是好像被遗弃 被出卖 完全不关心我们 不爱我们 很多事情 接二连三这样发生 就很想离开香港 和Linda一样 安林都很想离开自己的故乡北京 她二十三岁结婚 工作婚姻一直都很顺利 二十六岁那年 安林有了BB 谁知竟然为这个年轻家庭 带来了新的问题 生我小孩以后 我就自己就有很 给自己很多的压力 因为我想我要让他 就是受到一定好的教育 所以我们的分析也越来越大 后来就是我出国 跟这个感情方面也有一定的缘故 就说因为我很看不惯他 就是不想做事 总想依靠别人 依靠父母 或者不想付出 只想得到 我明白到他来到这里 都不是自己很想 都是去逃避一些的 在生活上的家庭里面 一些的挫折 当然这个和经济没关系 安林离了婚 他决定放弃专利局的工作 和北京舒适的生活环境 因为一个朋友的帮助和推荐 他就一个人去到杜拜 Linda发望都没有想过要去杜拜 只是因为家变的缘故 一心要离开香港 直到有一天 他遇到从杜拜 来到香港出差的伊朗籍男士 因为大家都在同一个 合作做事 他追我追得紧张得仔 因为他天天都打长途电话给我 又发电话给我 女孩子最怕甜言蜜语 是不是这么说 主要的原因 想起来就是 他生病 他追我的时候 我就好像很想照顾他这样 怀着很复杂的心情 Linda决定把自己嫁到杜拜 收拾东西的时候 都是心情非常沉重的 伤心比开心更多 飞了很久都 眼泪都没有停的 看见到我的先生的时候 其实我也不是说很开心 我的问题好像暂时解决了一点 我想我最主要离开香港的原因就是 家变的创伤 多于我想嫁我的先生 那个时候我是不懂得这样分析的 Linda感到前途茫茫 安林思念着 既放在他自己妈妈那里 还是很年幼的儿子 他们刚刚到杜拜的心情 就好像起起伏伏的沙丘一样 能不能够越过 这一道有一道的沙丘呢 对他们来说 完全是未知数 看到外面 全部都是沙 机场附近 没有什么楼房 有很多生气黑袍的女士 我就觉得很害怕 以前不仅是蒙着面 他们还会戴眼罩 就是一个全装 所以来远看好像一个蝙蝠盒 没有什么活动 因为它热 日头根本没有人在街上 既来自泽安芝 那么我就开始打工 我来到这里 语言对我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障碍 因为我不可以跟人谈生意 我就找了一家外国公司 工作是销售 但是我没有做销售 那时候国内的护照 它都会写你的 就说你是什么职位 我的职位是会计 老板他说你会会计 你就做收银工作 我就一直在商场里做收银 做了三年 起初去到杜拜的生活 实在是困难重重 但是一想起的儿子 安林就有新的勇气 Linda给安林早来十几年 在杜拜开始婚姻生活 1980年 她来到杜拜没多久 就跟她伊朗籍的先生 举行了回教式的婚礼 我们结婚的仪式 只是在法庭那里举行 就是杜拜华 回教的结婚 我一定要有我的爸爸在那里 那个法官在杜拜华就说 我做你爸爸 他跟我做正婚了 所有的仪式都是用阿拉伯话进行的 只是知道叫我的名字 只是知道都是要签名的 他们都开始有很多移民 究竟自己是不是做正确的事 婚后的生活 比Linda想象中的更加复杂 她因为没办法承担婚姻的压力 回到香港 安琳回到故乡北京 和Linda有不同的原因 但是他们却有相同的挣扎 是不是应该再回到杜拜呢 后来因为母亲身体不好 她上小学 还没有上小学 我妈妈就病了 就住医院去脑血栓 她自己生活都不能自理 所以那时候我回国了也很长时间 那时候也在由于是来 还是留在国内 因为面临着她要上学 但是我姐姐呢 我姐姐说 你既然在中东那边待了那么多年 你努力那么多年 不要放弃 我带一个也是带 带来也是带 所以我姐姐一直带着她 姐姐愿意帮忙照顾的儿子 令到安琳没有了后顾之忧 她决定回到杜拜 继续发展自己的事业 我打完三年工以后 我就开始成立了自己的一个中介公司 我当时因为没有那么多钱做贸易 我最大的优势是我人在这里边 我要了解这边的市场 我就想到这里车辆多 所以我当时选的是汽车配件里的一种续电池 真正做起生意 开始我就压力就大了 回到香港的Linda 面临的是另一种压力 一个月之后 她发现自己怀孕 并且出现严重的淫震反应 她需要去医院吊盐水 到三个月的时候 医生再次测试 诊断为葡萄胎 是说没有心跳 没有生命的死胎 Linda只有按照程序来进行手术 就在要做手术那天 早上11点左右 一个年轻的护士走进了病房 她只是回答我一句话 我是新来的 我现在来跟你查一下 你BB的心跳声 她找都不用找 她就是放在你这个游戏 这些应该是BB的心跳声 我说没理由的 我现在是来因为葡萄胎来做手术的 医生来的时候 都说一定是奇迹 后来生的BB是非常健康 是八磅半的肥仔 就是因为我有了BB 我认为现在我没有得抉择了 因为我有了责任 我就要承担这个责任 就算我婚姻不开心 我都要为我的儿子继续下去 非常遗憾的是 曾经向Linda承诺过 BB出生的时候 就会来香港探望她的丈夫 再一次食言 一直到儿子两岁的时候 Linda最后同意 跟丈夫回到杜拜的家 原来她已经另外结了婚 新结婚的太太结了之后 她觉得她是不好的 她带我们回来的原因 都是希望借着我 来赶走她新结婚的那位太太 这些是我不能够接受的 我要求离婚 但是也不是那么容易得到 如果她不同意 我是不可以的 在杜拜 法律允许男人娶四个妻子 这样令到离婚的过程更加复杂 最后我也是求她了 我又不会给你麻烦 我又不会追究你 不会要她支持我 以及我的儿子 记得伤亡 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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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亦坦识 美真生的我 随着世间 确有爱的未来 Linda的基督徒朋友 在她最困难的时候帮助她 带她回教会 当时杜拜教会外面 是不准圆挂十字架 又没有华人教会 几经周折 他们最后找到西人创办的教会 而且参加了祈祷会 祈祷会训练中的时候 牧师走到我面前 他跟我看守 祈祷的时候 我当时有一种莫名其妙的 很温暖的感觉 一种好像 一种好像 一些事情告诉我 我终于回家 我就开始忍不住哭 Linda相信了主耶稣 深深体会到 有主耶稣的陪伴 凡事都有盼望 过去这么多年来 只有神是带领着我 牵着我手来走 甚至抱着我手 一个女性去养活一个孩子 实在在亚联游这个地方 不是容易 她就凭着这样的努力 凭着这样的坚毅 去把我儿子带大 生命继续续续继续 我认为很快 我认为很快 我认为很棒的支持 我的妈妈 也会负责我所有的 来带我来 那是足够的 我认为她做了 两个人 我没有忍悉 我的生命 我认为很高兴 比很多人更高兴 她的儿子今天 拥有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 令到Linda更感激 时刻照顾自己的主耶稣 Linda是一个非常热心虔诚的基督徒 并且是杜拜华人教会的创始人之一 她对教会的贡献 真的很公斤可没 因为如果不是她 我想我们 可能连一个聚会的地方 都未必有 因为她是用她在这里 这么多年的关系 来租到一个会堂 叫她帮我们一起成立一个 专业人士的教会 因为她是一个专业人士 她很热心 她也很投入 出钱出力 初期教会所有的 经济上的负担 都由她一个人 去独力支持 Linda走过人生中一度度的沙丘 就好像冲沙一样 当她知道主耶稣掌管着方向和速度的时候 就不再忧虑和担心 反而享受整个搏斗的过程 Linda希望更多人 可以认识这位真实的上帝 2002年 在一次福音聚会当中 她认识了初次来到教会的安临母子 因为我想去教会 所以我就拉着我 慢慢一块陪我去 后来那回家里面 就有一个阿姨住在家里面 她也是信耶稣的 她每礼拜也去教会 后来有一次呢 我觉得她带我去吧 去一个传福音的聚会似的 一个租的一个房子 感觉像一个家似的 特别就是温馨 就是热闹 然后人都特别单纯朴实 是那天见到她的儿子非常地特别 因为她不停地问关于耶稣 她又会问我可不可以洗礼 她说我不洗就来不及了 我妈妈要给我送回去了 因为我在隔一个星期 就要给她送回国 要开学嘛 在这一中之内呢 她们在跟我们联系受洗 因为我小孩说要走嘛 特殊情况嘛 后来我说我就不要洗了 但是她们就说因为你是母亲嘛 母亲应该就是要了解嘛 母亲信了才能带你小孩嘛 所以我也是 我说好吧就同意了受洗 所以我们只去了这周去的 下周我们就受洗了 信了耶稣以后 我就感觉很喜乐 很喜乐 愿意融入这里边 看到这些人在做 在做事 而且他们是蛮有喜乐的 就是没有这种 就是想到有什么回报的那种 所以我就很热衷于加入这个教会的服事 我也得到了很大的喜乐 那时候也是有很多从美国来的短宣 我也经常去接待他们 他刚刚信了耶稣 就在了根基都不找 他对于信仰根本就不是很清楚 对于自己为什么时候信 这个信是什么 他还未清楚的时候 他就进入了一个要服务的 去服务的一个阶层里面 他而想去做是为了建立一个 自己的愿意奉献出来的一个心态 但当他遇到一些困难 遇到一些不愉快的事 他整个人在信仰生命里面 就马上受到一个很大的创伤 我记得我时常是鼓励他 信心不要摇动 因为神有他的时间 我们是平面地看事情 神是在高处看事情 一定会救我们出来 安林的婚姻、事业 以及信仰的追求过程 都好像杜拜的沙幽一样高低起伏 靠着主耶稣的帮助 安林不再觉得眼前的沙幽高不可怕 我也是在追求一种真的东西 就是真真实实的东西 一种美好的东西 圣经上所说的很多事情 就是我在追求的东西 所以也可以说我找到了答案 越过一道道的沙幽 安林更加体会到拼搏的乐趣 他的生意也都越做越好 2006年我又成立了一家公司 跟中国人做脚手架 就是做建筑材料 这个厂家是中国生产能力最大的 我是在这边做现货 所以基本上厂子60% 都是销售到这个中东国家 去年经济风暴到现在 主要靠的都是中东 都是中东市场 喜欢沖沙的人 一定懂得享受飞速转变的感觉 上一秒钟只是见到蓝天 下一秒钟急速堕下 眼前黄沙飞扬 将害怕和惊喜 两种完全不同的感受 几乎同时抛给沖沙的人 安琳和Linda这两个单亲妈妈 他们的人生经历 好像沖沙的感受一样 意外之中有惊喜 艰苦里面有平安 现在他们的儿子已经长大 他们觉得所拥有的一切 全部都是主耶稣基督所赐的恩典 我不需要惧怕质病人 不需要惧怕任何的东西 想起来 神也会有时候 因为我们 就算我们走错路 祂也会跟我们 一转回回头 你不能理解 你不能理解 其他人是信心的 你必须要相信 那就是最后的事 我感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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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什么事 都不会 有太多烦恼 或有太多挫折 就算有困难 他感觉一下 就会有人来帮助 我就会突然有没 所以感觉到 耶稣在帮我 也许我将来 不做生意了 也许我会 自己装备自己一下 其实我很有一个愿望 就是说去 神学院去装备一下 人生中都会遇到 各种不同的难处 或者现在 一道高高的沙丘 正是聪立在你的面前 令到你觉得 高不可攀 按林和Linda 经历困难 他们选择 给主耶稣帮助 欢迎你 联络恩与生命热线 让主耶稣帮助你 走过人生的 一道道沙丘 愿神赐福你 他风景还会 他山黄金天作天 永远永远 有你变 要你發光照 无限远 你目的能远 他山黄金天作天 永远永远 有你变 要你白光照无限远 美梦定得远 基督一年不变迁 爱你爱你永违变 带令你走进无限是非 光彩是梦兴 花着梦音天作结 永远永远有未遍 要你白光照无限远 美梦定得远 使我朝起 美梦这心无限 是八磅半的肥仔 就是因为我有了BB 我认为现在我无法抉择了 因为我有了责任 我就要承担这个责任 就算我的婚姻不开心 我也要为我的儿子继续下去 非常遗憾的是 曾经向Linda承诺过 BB出生的时候 就会来香港探望她的丈夫 再一次试言 一直到儿子两岁的时候 Linda最后同意 跟丈夫回到杜拜的家 原来她已经另外结婚了 新结婚的太太结婚之后 她觉得她是不好的 她带我们回来的原因 都是希望借着我 来赶走她新结婚的太太 这些是我不能够接受的 我要求离婚 但是也不是那么容易得到 如果她不同意 我是不可以的 在杜拜 法律允许男人娶四个妻子 这样令到离婚的过程更加复杂 最后我都是求她了 我又不会 给你麻烦 我又不会追究你 所以不会让她支持我 和我的儿子 Linda的基督徒朋友 在她最困难的时候帮助她 带她回教会 当时杜拜教会外面 是不准懸挂十字架 又没有华人教会 几经周折 他们最后找到西人创办的教会 而且参加了一期祷会 Pray meeting进行中的时候 牧师走到我面前 他跟我换手祷告的时候 我当时有一种莫名其妙的 有一个很温暖的感觉 一种好像 有些事情告诉我 我终于在家 我就开始忍不住这样哭 Linda相信了主耶稣 深深体会到 有主耶稣的陪伴 凡事都有盼望 过去这么多年来 只有神是带领我 牵着我手来走 甚至抱着我走 一个女性去养活一个孩子 实在在亚联游这个地方 不是容易 她就凭着这样的努力 凭着这样的坚毅 去把儿子带带 生活流通过来 我得到很快 我认为很快 我都能拥有很高兴 我把妈妈给出了很多 给我带到我 带到我 那是足够的 我认为她做了一个工作 多于两个人 我没有记得我的生活 我感觉我比我更加感到 我感到多次多人 她的儿子今天 拥有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 令到Linda更感激,时刻照顾自己的主耶稣 Linda是一个非常热心虔诚的基督徒 并且是杜拜华人教会的创始人之一 她对教会的贡献是很公斌可抹 因为如果不是她的话 我想我们可能连一个聚会的地方都未必有 因为她是用她在这里这么多年的关系 来租到一个会堂 叫她帮我们一起成立一个专业人士的教会 因为她是一个专业人士 她很热心 她也很投入 出钱出力 想借个电话打 都很客气 请我坐下,请我喝茶 这里的人其实很好的 尤其是老年代的 非常保持 在香港出生长大的Linda 曾经拥有一个很幸福的童年 但是步入青少年时期之后 这个曾经充满天伦之乐的家庭 发生巨变 上下十多岁的时候就加变 加变就是我妈妈忽然要做开心脏的手术 我最敬爱的爸爸 在我妈妈起不到身 就要临终的时候 她也不在家 对我来说 和我的兄弟来说 都是好像被遗弃 被出卖 完全不关心我们 不爱我们 很多事情 接二连三这样发生 就很想离开香港 和Linda一样 安林都很想离开自己的故乡北京 她二十三岁结婚 工作婚姻一直都很顺利 二十六岁那年 安林有了BB 谁知竟然为这个年轻家庭 带来了新的问题 生我小孩以后 我就自己就有很 给自己很多的压力 因为我想我要让她 就是受到就是一定好的教育 所以我们的分析也越来越大 后来就是我出国 跟这个感情方面 也有一定的缘故 就说因为我很看不惯她 就是不想做事 总想依靠别人 依靠父母 或者不想付出 只想得到 我明白到她来到这里 都不是自己很想 都是去逃避一些的 在生活上的家庭里面 一些的挫折 当然这个和经济没关系 安林来了婚 她决定放弃专利局的工作 和北京舒适的生活环境 因为一个朋友的帮助 和推荐 她就一个人去到杜拜 Linda发望都没有想过 要去杜拜 只是因为家便的缘故 一心要离开香港 直到有一天 她遇到 从杜拜来到香港出差的 伊朗籍男士 因为大家都在同一个合作 做事 她追我追得太紧张 因为她每天都打长途电话 给我 又寄了电话 给我 你知道 女孩子最怕甜言蜜语 是不是这样说 主要的原因 想起来就是 她生病 她追我的时候 我就好像很想照顾她 就是这样 懷着很复杂的心情 Linda决定把自己嫁到杜拜 收拾工作的时候 都是心情非常沉重 伤心比开心更多 飞了很久 眼泪都没有停 看到我的先生的时候 其实我也不是说很开心 我的问题好像暂时解决了一点 我想我最主要离开香港的原因 就是 家便的创伤 多于我想嫁我的先生 那个时候 我是不懂得这样分析的 Linda感到前途茫茫 安林思念着寄放在她自己妈妈那里 还是很年幼的儿子 她们刚刚到杜拜的心情 就好像起起伏伏的沙丘一样 能不能够越过这一道有一道的沙丘呢 对她们来说 完全是未知数 看到外面 全部都是沙 机场附近 没有什么楼房 有很多生气黑袍的女士 她们两位都是单身妈妈 她不想做事 总想依靠别人 我们的分析也越来越大 我要她离婚 不要她支持我 和我的儿子 她们生活在同一个城市 全部都是沙 去任何一个地方 都是女士优先 所有的仪式 都是用阿拉伯话进行的 但我真正做起生意 开始我就压力就大了 前途茫茫 她们能不能够越过这一道有一道的沙丘呢 杜拜位于波斯湾 这个面积不是很大的海湾小国 现在已经人为地建成人间乐园 各种超级享受和娱乐 在这里都可以找得到 昔日渺无人烟的阿拉伯沙漠 现在已经部分开发成为越野冲沙的地方 冲沙是杜拜一个特色游玩项目 游客乘坐越野车 在起起伏伏的沙丘之间穿越 接受过专门训练的驾驶员 不停地转动车盘 以防的车轮被暗藏的沙窝绝住 当越野车翻爬60度斜坡沙丘的时候 莫名的恐惧感会出现 而越野车向前疾冲所引起的震荡 会令游客有强烈的刺激感 一度沙丘过了 紧接着的又开始新的搏斗 在这样高高低低的冲击里面 游客就得到满足 生活在杜拜的华裔女士 安琳和潘海云Linda 生活的经历就好像冲沙一样 安琳1995年在北京来到中东 越过一度渡沙丘之后 已经在杜拜创立了自己的公司 因为现在中国在非洲 在中东都有都出来来采油 所以我是提供他们一些 就是低需品设备 他要用这些设备来采油嘛 我就帮着他采购 我在中东来采购 可以说上帝满恩赐给我的 我一直做的还很顺利 别人都是越做做不下去 我是越做越好 潘海云Linda来自香港 80年代初期已经来到杜拜 现在是一间外资公司工作 总部在伦敦的英国公司 是关于马云公司的 是海市上的事务 我是管财政和行政 Linda给我感觉她人很友善 非常亲切的 她很肯帮人 每一次回教会 她都会安排所有的饮食 茶点 有点像一个母亲 安排好所有的东西给我们 这位姐妹是性格比较好 很牺柔 很有爱人的身 很体贴人 照顾人很细心 在我们认识的人之中 她几乎是最久的了 安琳和Linda来自不同的地方 又有不同的背景 但是对杜拜的最初印象 却有很相似的看法 那时候来的中国人很少 当地人对中国人蛮友好的 给我感觉蛮有礼貌的 而且尤其女士很多特权 比如说你要去银行做事不用排队 去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女士优先 尤其对中国人 你去街上 初期教会所有的经济上的负担 都由她一个人去独力去支持 Linda走过人生中一道道的沙丘 就好像冲沙一样 当她知道主耶稣掌管着方向和速度的时候 就不再忧虑和担心 反而享受整个搏斗的过程 Linda希望更多人可以认识这位 真实的上帝 2002年 在一次福音聚会当中 她认识了初次来到教会的安隆母子 因为我想去教会 所以我就拉着我妈妈一块陪我去 后来那回家里面就有一个阿姨住在家里面 她也是信耶稣的 她每礼拜也去教会 后来有一次呢 我觉得她带我去吧 去一个传福音的聚会似的一个租的房子 感觉像一个家似的 特别就是温馨 就是热闹 然后人都特别单纯朴实 是那天看到她的儿子非常特别 因为她不停地问关于耶稣 她又会问我可不可以洗礼 她说我不洗就来不及了 我妈妈要给我送回去了 因为我在隔一个星期就要给她送回国 要是开学嘛 在这一中之内呢 她们在跟我们联系受洗 因为我小孩说要走嘛 特殊情况嘛 后来我说我就不要洗了 但是她们就说因为你是母亲嘛 母亲应该就是要了解嘛 母亲信了才能带你小孩嘛 所以我也是我说好吧 就同意了受洗 所以我们只去了这周去的 下周我们就受洗了 信了耶稣以后 我就感觉很喜乐 很喜乐 愿意融入这里边 看到这些人在做在做事 而且他们是蛮有喜乐的 就是没有这种就是想到有什么回报的那种 所以我就很热衷于加入这个教育 教会的服事 我也得到了很大的喜乐 那时候也是有很多从美国来的短宣 我也经常去接待他们 她刚刚信了耶稣 就在了一根基都不稳 她对于信仰根本就不是很清楚 对于自己为什么时候要信 这个信是什么 如果未清楚的时候 她是进入了一个要服务的 去服侍的一个阶层里面 她是为了建立一个自己的愿意奉献出来的心态 但当她遇到一些困难 遇到一些不愉快的事之后 她整个人在信仰生命里面 就马上受到一个很大的创伤 我记得我时常是鼓励她信心不要摇动 因为神有她的时间 我们是平面地看事情 神是在高处看事情 一定会救我们出来的 安林的婚姻、事业 以及信仰的追求过程 都好像杜拜的沙丘一样高低起伏 靠着主耶稣的帮助 安林不再觉得眼前的沙丘高不可攀 我也是在追求一种真的东西 就是真真实实的东西 一种美好的东西 圣经上所说的很多事情 就是我在追求的东西 所以也可以说我找到了答案 越过一道道的沙丘 安林更加体会到拼搏的乐趣 她的生意也都越做越好 2006年我又成立了一家公司 跟中国人做脚手架 就是做建筑材料 这个厂家是中国生产能力最大的 我是在这边做现货 所以基本上厂子百分之六十 都是销售到中东 我就觉得很害怕 以前不仅仅是蒙着面 她们还会戴眼罩 就是全装装 她戴了 所以来远看好像一个蝙蝠盒 没有什么行动 因为它热 白天根本没有人在街上走 既来之责安之 那么我就开始打工 我来到这里 语言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障碍 因为我不可以跟人谈生意 我就找了一家外国公司 工作是销售 但是我没有做销售 那时候国内的护照 它都会写你的 就说你是什么职位 我的职位是会计 老板他说你回会计 你就做收银工作 我就一直在商场里做收银 做了三年 起初去到杜拜的生活 实在是困难重重 但是一想起的儿子 安琳就有新的勇气 Linda被安琳早来十几年 在杜拜开始婚姻生活 1980年她来到杜拜没多久 就和她伊朗籍的先生 举行了回教式的婚礼 我们结婚的仪式 只是在法庭那里举行 就是杜拜华会教的结婚 我一定要有我的爸爸 那个法官在杜拜华就说 我做你爸爸 他跟我做正婚 所有的仪式 都是用阿拉伯话进行的 只知道叫我的名字 只知道 都是要签名的 他们都 开始有很多移民 究竟自己是否在做正确的事 婚后的生活 比Linda想象中的更复杂 她因为没办法承担婚姻的压力 回到香港 安琳回到故乡北京 和Linda有不同的原因 但他们却有相同的争扎 是否应该再回到杜拜呢 后来因为母亲身体不好 她上小学 还没有上小学 我妈妈就病了 就住进医院 是脑血栓 她自己生活都不能自理 所以那时候我回国了也很长时间 那时候也在犹豫是来还是留在国内 因为面临着她要上学 但是我姐姐呢 我姐姐说 你既然在中东那边待了那么多年 你努力那么多年 不要放弃 我带一个也是带 带来也是带 所以我姐姐一直带着她 我姐姐愿意帮忙照顾的儿子 令到安琳没有了后顾之忧 她决定回到杜拜 继续发展自己的事业 我打完三年工以后 我就开始成立了自己的一个中介公司 我当时因为没有那么多钱做贸易 我最大的优势是我人在这里 我要了解这边的市场 我就想到这里车辆多 所以我当时选的是 汽车配件里的一种蓄电池 真正做起生意 开始我就压力就大了 回到香港的Linda 面临的是另一种压力 一个月之后她发现自己怀孕 并且出现严重的淫震反应 她需要去医院釣盐水 到三个月的时候 医生再次测试 诊断为葡萄胎 是说没有心跳没有生命的死胎 Linda只有按照程序来进行手术 就在要做手术那天 早上早上11点左右 一个年轻的护士走进了病房 她只是回答我一句 我是新来的 我现在是来和你查一下 你嬰儿的心跳声 她找也不用找 她就是放在你的招呼 一声 这些应该是嬰儿的心跳声 我说没有理由 我现在是来 因为葡萄胎来做手术的 医生来的时候 都说一定是奇迹 后来生的嬰儿是非常健康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